影后 周迅 潇洒随性 2009年周迅凭借着风声再一次获得大众的关注 其中就有被称为金城四少之一的王硕 王硕的家境非常不平凡 他的奶奶是清朝皇族后代 父亲是地产大亨王志才 北京著名的金钱豹 餐厅就是他父亲名下的资产 但是真正让王硕为人所知的 还是因为他的继母是王硯 也就是还珠格格中温婉的情儿 曾经王硕对这个比自己小了八岁的继母非常厌恶 总是恶言相笑 甚至还有人爆料称 王硕和王硯发生口角的时候 掌握了王硯 因此王硕小霸王的恶名就这样在圈内传开了 在王硕12岁那年 对儿子无可奈何的王志才 将他送出了国外 没想到脱离掌控后的王硕变得更加无法无天 他认识了成龙的儿子王祖明 两个人在国外的生活 常态就成了混夜店 逛酒吧 回国后 王硕更是将手伸进了娱乐圈 许多明星都曾和他传出过绯闻 王硕和周迅 是在华裔年会上一见钟情的 但实际上 当时的周迅正和一位名叫 李大奇的造型师打得火热 他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 即将和李大奇迈入婚姻 而且即使没有李大奇 周迅也不一定会看得上王硕这样的顽固子弟 因为他曾经交往过的男友都是像狗疯 贾鸿生普出这样有才华的才子 所以在刚开始面对王硕的追求时 周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视而不见 但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王硕疯狂砸钱的求爱行为 还是砸得周迅晕晕头转向 斩尽了这个顽固子弟的怀抱 因为知道周迅喜欢豪气的男友 所以王硕每天开着劳斯来斯 南博基尼或者麦巴赫接送周迅上下班 在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下 周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不久之后 就由记者拍到了周迅 出入王硕豪宅的画面 两个人的恋情就此曝光 第二天 周迅就立刻宣布因为聚少离动 和李大奇分手的消息 在相恋之后 王硕对周迅的好就更加豪气了 在这一年的巴刹慈善夜上 王硕虽然本人没有到达现场 但是他却拜托了自己的好友 王祖明 为周迅制造惊喜 从子坛宫模型出现之后 就有人发现 王祖明一直在讲电话 而就在成龙以300万的价格 即将拍下这个模型的时候 王祖明竟然以388万的高价 将这个模型 从自己的父亲手中抢了过来 当现场所有人陷入疑惑的时候 王祖明却表示 这个模型是他替自己的一位王姓的朋友拍下的 并且是王先生特意送给周迅的 这个王先生显然就是王硕 王硕的这一操作 让周迅瞬间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但实际上 王硕对周迅的大方还远不止如此 王硕曾经专门为周迅 订购了两台限量版的豪车 还送给他一条价值200万的项链 并且他还为周迅 在小汤山的别墅中举办了一场 惊喜生日派对 还安排了浪漫而盛大的烟花秀 但最后却引起了火灾 烧毁了大片绿纸 周迅一度因为这件事情 成为了网友炮轰的对象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周迅和王硕 能够修成正果 周迅可以成为秦哥哥的儿媳妇的时候 风流成性的王硕 却在紧要关头劈腿了 无法容忍背叛的周迅选择了分手 在那段时间里 王硯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 都会被问及 周迅和王硕到底为什么会分手 足以想象 两个人的这段感情的轰动程度 本以为周迅和王硕之间 就这样宣告了终结 但谁能想到 王硕竟然还私藏了女友的私密照片 并且因为自己的冲动 差点毁掉周迅的全部事业 2010年金城四少之一的王客 也就是刘涛的丈夫 因为金融危机破产 之后欠下了诸多债务 其中就包括了王硕家的一大笔赌金 平常当个拾手掌柜的王大少爷 在得知之后 难得想要亲自动手帮家里讨回这笔赞 于是王硕就在某天夜里 将王柯的车子逼停在路上 因为王柯始终拿不出这笔钱来 所以王硕一气之下 便掏出了一把管制武器 抵在了王柯的脑袋上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硕担心会引来警察 便先行开车离去 但谁能想到 王柯竟然不甘心地追了上去 两个人就这样在路上上演了一段 速度与激情 最终被惹闹 但王硕开着车子撞向了王柯的车子 然后他在一片火光中率先离去 咽不下这口气的王柯 直接就举报了王硕 随后警察就在王硕的家中 搜到了大量的武器 与此同时 王硕家中私藏的周迅的私密照片 也一并被搜查了出来 要知道在此前 周迅一直塑造的都是清纯客人 民间仙子的形象 但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可以为爱放肆到这种地步 然而就在这件事情逐渐发酵 成下一个陈冠西事件的时候 周迅的工作室迅速发文 称这一切都是虚假报道 但是有关大尺度照片的细节 还是被某知情人士传了出来 这件事情让周迅 辛苦经营的人设瞬间崩腾 他成为了娱乐圈的笑柄 不过好在他的身边有诸多好友 愿意站队帮他证明清白 再加上后续有许多好作品的上映 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 逐渐从这件丑事 转移到了他的演技和作品上来 只是为爱放肆并不是周迅对王硕的特例 周迅的每一段感情 似乎都格外的放肆 在还在读书的年纪 周迅就敢为了斗维 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北上 他曾爱过离过婚西时竞品的贾红盛 也劈腿过音乐才子朴术 他还曾插足过李亚鹏和屈颖的感情 仿佛感情对于周迅来说 就如同夏花一般绚烂 燃尽后就如同秋叶一样静美 只是这样无畏随性的感情观 也让周迅招来了诸多非议 2002年周迅和刘烨 以及陈坤一起拍摄了电影 巴尔扎克和小裁缝 这部电影中有许多大尺度的戏份 所以便有人问刘烨 和周迅这样的大美女合作演戏 会不会觉得尴尬 结果刘烨却表示一点都不尴尬 因为这是普通人最原始 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刘烨的这一番话 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 直到在剧组的杀青宴上 大家才明白了刘烨 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宴会上 喝醉了的刘烨当着众人的面口无遮拦 指着周迅的鼻子破口大骂他不会演戏 他说的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周迅在听到刘烨说出的话后 整张脸都绿了 他直接拿起了面前的一个可乐瓶 砸向了刘烨 随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现场 周迅和刘烨之间的梁子 就这样彻底结下了 而王硕在被举报之后 因为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很以为这次的教训会让王硕痛改前非 但是就在出狱后不久 他竟然做出了危害某报社 记者生命安全的行为 自此王硕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眼前 有人曾经怀疑 王硕因为这件事情 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 所以被自己的父亲王志才锁在了家中 只是这样在家隔离的日子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王志才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 王硕不得不重返娱乐圈替付顶债 他走上了刘涛的老路 而王硕在失去了富二代的身份之后 成为了靠小妈养活的软饭男 不可一世的小霸王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也算自作孽不可活 而周迅则是在圈内依旧混得丰盛水起 凌借着精湛的演技 周迅数次拿下了影后的桂冠 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周公子 在感情上 周迅和高盛远的婚姻 在2020年的时候宣告了结束 但是潇洒随行的周迅 并没有就此不相信爱情 不久前 在媒体拍到周迅和马赛克乐队吉他手 卓越赋三亚游玩的照片后 又有人拍到周迅参加马赛克乐队演出的画面 两个人的恋情疑似曝光 周迅兜兜转转多年 心中最爱的依旧是才华横溢的才子 希望他能够在自在随性的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感谢观看